大家好,我是男生宇洛 宇洛的望月在这个礼拜二已经装午30啦 那因各位小伙伴也要求宇洛这次来发食射影片 那宇洛总共做了三个测试 第一个测试是真机先帮望月开大 第二个测试是真机没有先帮望月开大 第三个测试是没有达尔文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真机先开大还是没先开大 其实输出上面只差了10A并不大 但是有没有达尔文这个输出是差非常多的 所以说尽量还是要让达尔文上场哦 因为达尔文的技能关系 所以达尔文给的攻击增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至于达尔文的技能影片 雨落之后会跟大家补上 当然还有其他小伙伴在影片留言处 留言说想看的东西 雨落都有做笔记 之后都会慢慢的跟大家做补上 这次会拍这部实测影片的原因是因为 有位小伙伴好奇说 诶 大家看影片上方会有一个龟龟站住的位置 那位小伙伴想说 诶 如果我把那个龟龟换成望月 多一次大招的机会 会不会输出更高呢 那实际的结果 大家也可以从前面的对比照片中看出 没有达尔文的话输出会差一倍 是差非常多的 主要的原因在于达尔文的技能 那这个要讲解需要有一点时间 雨落之后再做影片专门为大家讲解 就不在这边跟大家赠述了 那各位小伙伴的留言雨落全部都会看 并且也会回复 当然是在影片底下的新留言雨落才会收到通知 在留言底下的留言雨落是不会收到通知的 所以有一些留言会miss掉 非常的抱歉 那如果各位有问题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哦 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 大家拜拜